今天我想感謝一位造型師 他叫Felix 我去年做《一之公》的個人表演時 拍了一張推廣照 他撿得很漂亮 而他現在也是MIRROR的造型師 我特別想感謝去年幫我做 音樂頒獎典禮的造型 那位大師,劉天蘭小姐 因為他幫我做了兩套裙子 真的穿得我跟平時非常不一樣 我們也很感謝為我們這個節目 設計造型的造型師,阿基 還有我們今天邀請了相關人士 沒錯,四位坊間的造型師 歡迎各位造型的設計師,你們好 可以介紹一下大家 做過哪一類造型嗎 好,由我來討論吧 好 我叫阿M 我通常做演唱會造型 還有一些廣告服裝的造型 好的 我是陳神 我是做電視廣告和平面廣告的服裝 我是大哥 我也是做廣告上的服裝 我是阿成 我之前做過推銷的造型師 之後也做過雜誌媒體的造型師 做推銷的造型師 即是你在名店裡 跟名媛或藝人 跟他們配合衣服 然後做造型師 是這樣的嗎 其實最主要是以時裝型師來說 是 裡面有售貨員、有造型師 造型師最主要是無論是客人 或是製造型師 或是在表面上要配襯的衣服 我們也會做的 好 如果在一些大型連鎖店裡 我們也會有一對人 所謂的造型師 是 我們會有一個地方躲起來 是特地為一些藝人 或者一些VVIP的造型師 是 但怎樣造型師、怎樣造型師 對 其實那個房間叫白金屋 這是花名還是真的名字 它真的叫白金屋 好 其實那個屋裡有甚麼東西 說明是屋 其實裡面會有洗手間 有洗澡、化妝、設計 還有那間屋裡 有一台直達停車場的升降機 客人完全不需要經過百貨公司 所以他便可以進去 其實進去的房間 最主要是我們有熟客 即是跟著的客人 我們會預先把所有衣服給他 推進去 即是那一季的衣服 那一季,或者他想要甚麼 例如他可能要去活動 他需要比較高的衣服 他需要穿上衣服 我們便會給他穿上衣服 或者拿鞋、衣服 所有東西都會全部拿進去 其實務求他完全不需要現身 在樓上,我們也可以支援他 那他有甚麼條件 才可以用到這間白金屋 第一,你是藝人 即是無論是世界上或是地上的 其實都可以請求 即是申請就可以了 你打去那間連鎖店的公司 他就會幫你安排 林二汶可以嗎 應該也沒問題 要考慮 如迪偉可以嗎 一起會比較好 即是你們名店也會看級數吧 其實只要你不介意… 即是你不介意在樓上走就行了 如果你真的很介意 我相信你打給公司 你會說我是余迪偉 我現在要想用白金屋 如果我打算來買衣服,他一定會給你 你在哪裡 你走過後沒有人認得你 即是你買多少錢 真的… 買多少要是一件事 我不是普通客人當作藝人 一般來說要每一季 大概花費約400至500萬左右 是 即是一年本身應該是1200萬左右 是… 這樣就被你用那間房子了 是 我不會去,我走到樓下了 例如外國星或大粒星 跟她買多少錢都會讓她用那間房子 會… 如果二奶在大便撞到你,怎麼辦 他們是負責時間的 好的 譬如預約了 例如兩時至四時是二萬人 然後中間會休息半小時 是 然後下一個… 不會突然被你們撞到 還有我們也會大概知道 譬如明知道這個人和這個人 是不太合適的 真的兩人都說要一起來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說服其中一邊不要來 是 或者可能預約另一邊 可以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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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二汶到達後,告訴她… 預約拿來就不要讓我看見她了 不,有人要求嗎 真的嗎 有的… 如果那個人來到 你不要讓我看見她在眼前經過 對…有的… 或者你會告訴她 林二汶這一季已經買了這套… 會… 那你就不要跟她撞 因為真的撞到很嚴重 對… 這一定要說的 是你們的責任 不然你們會被人丟死 對… 如果她說只有一件 為何你賣給她,她不賣給我 是嗎 沒有,沒辦法 到時候會用東西來砌 對,沒辦法… 各位也幫過很多明星工作 說了一些煩惱的案件 我們不開名 我們有時做隔空做的工作 很多時候訓練都會有問題 有一次是幫台灣男藝藝藝衣服 她說我要做演唱會衣服 給你一個規格,你幫她去做 你問她成功拿到訓練 就寄了過去台灣給她試 完全不對,扣不到樓 沒有理由 她給她的測度錯 然後她跟你說 我們三年前就量度給你 這麼準備好 對,然後我們看照片 她試身那張紙,她已經肥到豬 但就給她三年前的測度錯 因為這件事也很普及 這不合理,她自己也會麻煩 那位藝藝藝也會罵她的下面的人 不是第一個 藝藝藝和模特兒都很喜歡報價數 沒有準確 但報價數來為甚麼… 報價數來為甚麼,你又不適合穿 對,現場就會說… 看著我們,為甚麼不適合 她只是按照數字做,我猜 因為我不想有人拿著測度 然後問原來她的腿這麼粗 腿也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 我明白,如果穿得下才行 除非你訂的衣服 是鬆身一粒,套下去 充滿大小的就說而已 但來到時可以拿去 你去那些穿著裙子都紮得腰部無法氣 你會自己拿來壞嗎 因為來到時可以賴 你為何做得不對 因為他們有很多星… 台灣也是,日本也有些星 他們覺得自己的掌握是其中心 但相對於我們做衣服 或是幫他們找衣服的人 那整件事就很大懶惰 是 還有呢… 別以為女團麻煩 其實男團是很麻煩的 是 對,那次… Viu有兩個男團 那位男團成為他們的父親 對,然後我就做了四個 對,然後… 你又要想他們… 他們當然不想遇見 我們也不會遇見 但有兩個很好 是 有兩個男團,他們穿甚麼 他們怎樣… 然後我要用大量的東西 去服務這四位 但我不知道要進哪間房間才好 對,三個女團 你說有兩個可以嗎 有兩個可以的 有一個很好的是 你讓他們先選擇,我沒所謂 即是你的個案是演唱會… 我先當是吧 是… 甚麼都好,廣告或甚麼都好 你穿一大堆衣服 是 你會知道他們四個都有不同的尺寸 對,其實你選這件也未必適合 對,正確 那這四個人要拿多少套衣服 那次我真的像順風速遞 都像六劫衣服一樣 對,而且這尺寸永遠不會準確 那那些是怎樣 好過就是讓他們四個選擇 讓他們三個選擇 對 所以那些又怎樣 他不會告訴你他喜歡甚麼 他會問別人不喜歡甚麼 不,別人喜歡甚麼 那些人是他的團隊… 對,他們是團隊的 不過其實我… 不會問你 我很天真 對,我很天真 其實你們認識的,對吧 你們是朋友的,對吧 不如你們自己溝通一下吧 我很難做的,你明白嗎 我去過這間房間 他們有四個房間 是 我便要記住,抽起這些 不要了,再進入下一間房間 進入下一間房間,他們便說 我剛才明明看到哪條鏈 就是有這些 對 這麼麻煩? 有時候女人和女人都有鬥爭 有些女明星和女明星 可能表面上很友善 你知道又有哪個女明星 維持了那件衣服 她總是要試那套衣服 還有呢 像她一樣,你給她很多選擇 都會出現 她們看著你的行李衣服 她們的經理人或助手 就會突然突然突然一句 是私人嗎 即是你不用工作了 但你沒有選擇給她 她就會問你 只有這麼多 你們沒有預算嗎 你會很不知道怎樣做 對… 我試過一次跟著地產廣告 是 只是拍攝模特兒,很簡單 地產的就是西裝、美麗裙子 我猜 其實一部電影是家庭 即是一男一女,有小朋友 一個像很優雅的人一樣 一旦是西裝,然後是衣服 我記得我被通知時 應該已經跟我說 翌日晚上要配合 即你不夠24小時 就要收拾一個家庭的衣服 兩個裙子 然後我去到配合的時候 我問那間公司 我說其實你有多少時間給我配合 她說那男生配合不了 我說那你不跟我說 我所有事情已經準備好 她說不要緊,你只幫我找女生 因為女生比較重要 好… 她問我帶多少套 其實她只有三套 她只會拍三條裙 我說我帶12套給你 其實選擇已經很好 一直被她們推銷… 每一條都有原因 她沒有原因 原因,我覺得差一點 我覺得… 總之不是那一條 不是 我問她你想要先識,還是怎樣 不知道 完 是 那即是怎樣 已經配合到10時、11時 已經回不了頭 沒辦法再找到 然後我問她 其實你是想要甚麼 你可以告訴我 你給我一個方向 你每樣都是… 深色也讓你試過 冷色也試過 暖色也試過 結果她跟我說 其實因為我們後面會比較深色 是 我想要一套白色 那你便跟我說 你便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你已經有了心裡 是 我要白色 好,接著到拍攝的時候 已經特地選了三、四套白色 來到的時候又跟我說 昨天試過的黑色衣服 好像比這件好看 糟了,那這人怎麼應付 然後我說 別著,不要緊 你照樣去吧… 你告訴我 如果是的話 我便馬上坐車 或找人帶過來 算了,不用了 好像說到… 你吃了一下,突然會突然 對… 我聽到也很頭赤 但你不能反擊 因為那個人 你的客人是責任 不是地產商 對 還有呢 還有試過拍攝小朋友 說這雙鞋不夠優雅 但其實整個故事 是不見過小朋友的腳 是 我們也不會買一些很差的給你 小朋友 但我們問他 其實怎樣才是優雅 到最後他給了一張照片 原來是一雙布鞋 我…我苦蘇了 真的不知道 大家拍過眼睛 對 還有呢 很多,穿得小朋友比較聰明 是 我不知道怎樣穿得他比較聰明 你先讓他解決 怎樣令他比較聰明 對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評論 其實一定是… 我到最後告訴你 那個產品是拍攝甚麼 你們就會知道 其實是拍奶粉 他想穿得比較聰明 聰明一點,可以說嗎 對… 我試過有說 你能否穿那套衣服 他會演戲 對,真的有… 讓他開心一點 對… 要興奮的 你要令他很興奮 他就會懂得演戲 尤其是小朋友 說起小朋友 因為朋友,你拍過… 如果夾過他們 你也知道很難控制小朋友 對… 變成我突然要保姆上身 然後威脅他們 令他要打到導演做的要求 否則我的衣服也無法通過 但這是導演的責任 對,但現場可能大家都很累 整個製作組都很睏 只要你一個人接觸著那群小朋友 那你便要跟小朋友熟 對,然後又試過拍地產 永遠的客戶 當然想推銷客人來買樓 我的衣服要很優秀 對,要很高級的 然後就好了 你一早在我們開會時 已經有這件事 這時候導演也會放水 當然是去連根筆、Lois 去大執 執完一堆回來,全部都試過 導演又能選擇,美術又能選擇 好了,我們每次最麻煩就是… 好,配合後,讓他回答 回來後就告訴我們 我覺得這件事不夠國際 是 糟了,怎會是國際 你覺得是甚麼 來來回問了很多次都沒有答案 深色、淺色,例如剛才阿成說 沒有答案 到最後他給了一個訊息 他便說 其實我覺得是國際的事 我們想…即是Sara 也很國際的地方 到處都有拍的 指定是Sara 好,我記得是翌日便要拍 一堆有錢的衣服,用不到 再用… 那些衣服在預算上 我們要買完的,我們不能扔 對 那些衣服就別搬了 放在公司 或者下個工作,看看能否用到 對,屬於公司 然後那次就好 一說完就急 幾個同事一起撒在最大那幾間 2Z字頭裡買 幾行李箱、三本推來 很好,很漂亮 這批評很奇怪 對 對我來說很難判斷 我想問一下 大部分的客人都不能表達自己想怎樣 基本上也是 即使導演有時會覺得自己的想法 在腦袋上 可能在說一些很隱藏的字眼上 你也無法選擇他想怎樣 很多時候他們是現場發揮的 可能導演到實境中 突然說我要飄一些 對 我們要飄一些很容易做 坦白說,但問題是 你沒有事先說明 我們就不知道要怎樣飄 唯有你不就要剪爛他的衣服 是 強行做一些很… 飄逸的效果 但你一旦不小心就會變鬼 你剪爛後,你又不能回頭 經常遇到這些東西 對,我也明白 我也不懂得怎麼回答 他們經常選擇模特兒,看樣子當然很漂亮 譬如我們拍攝地產 地產一定有泳衣 紙醉甘維,踢一下水、游一下水 明明那個女生是平胸的 我不是魔術師,想怎樣 將她變成36D 我貼了四個空墊 四個有厚度的撥仔糕 出來後,可以再大一點嗎 我們之前配合時會配合幾件衣服 其實我們已經說不適合穿V度落肚瓷 有其他款式,亦是漂亮的 可以保持得到的 是 無論如何都不肯 無論如何穿V度落肚瓷 那些才是地產最好的 V度落肚瓷,為何會加勁高 跟這邊一樣 硬要加勁 你也要在這裡有東西給人看 可以擠得到嗎 所以要幫他考驗 你只要幫他考驗 你要考驗,那次還要下水 但最慘的是你有一點肉 還可以推得到 是 他真的少許都沒有 但可以… 但陰影又不行 他又要下水 當我是魔術師 那怎樣擠這枝膏給他 不,因為一層層黏上去 然後再用大力膠… 在旁邊貼? 對 貼… 然後再用大力膠… 他有一個瓦圍 說起瓦仔糕,又想起一件事 澳門每年都有賽車節 他們每年都會聘請一些 所謂的賽車女來做一些模特兒 有一年他們說自己 請了一堆韓國女來做模特兒 把所有合衣服都給予他們做 好,所有合衣服都描述到自己 36、24、36、黃蜂腰、大胸 好,跟他們嘗試 全部穿出來,內裡自己穿四個衣服 對,但衣服中間的設計是批准了 中間的設計是批准的 所以全都見了四個衣服 不… 然後就說我們本身都是 放著這四個衣服去量度 但整件事就更困難 因為第二天你就會用 但你跟她合衣時 她們每個人的胸口都鬆 媽媽都不認得 你當初學員也知道 要撻進胸口是很高難度的 撻得漂亮 怎樣做呢 人已經去了澳門跟她合衣 唯有打電話叫朋友去求救 在香港買一些適合的衣服 而且那裡有14個女生 每人買了14個衣服 買了28個衣服 在香港立即那晚托回澳門救命 才辦一間餐廳 但你看著她的四個衣服 她的經理人還要瞄理 覺得你做到這件衣服不對 是你的錯 其實你們喜歡香港客人 還是大陸客人 有分別嗎 內地 大陸… 大陸客人比較好 我支持香港 因為內地的工作模式上 無論如何都是大 現在比香港大很多 而且有時候他們如果… 在廣告裡… 例如說廣告 裡面有一些港星 他們不會敢得罪香港來的人 他們無論如何都會比較準時 去結帳 可能因為他們本身有預算 而且他們可能回籍的錢 錢會比較快 但香港我們也會明白 現在的事件很困難 可能他們收到客人的錢 也可能收得比較慢 但他們好像有個很習慣性 就是他們拖就拖 感覺就在這裡 我比較少做國內內的廣告 通常是幫國內的太太的襯衣 其實所有太太都是煩到絕頂的 但至少國內的太太有這件事 對,而他們封給你的紅包 往往是… 你會覺得你做完它,它會再犯 你好像做鴨 每天心理輔導它 最後給你封紅包,你會鋸 好的 地多少 我試過收最大的,我幫他做一套衣 我收最大的,收過18,800元 只是例子,還不算人工 只是例子,還不算人工 所以我覺得起碼他在尊重你的價目 是,合理 唯一一個支持香港的陳慎,怎麼看 我為何不喜歡大陸客人 他覺得我們不用睡覺 那個訊息會不停響 對,然後會不停找你製作 當你在香港開完會 給他了海量的參考 他不會回答你喜歡或不喜歡 直到他來到香港 就告訴你不喜歡 但你已經買了很多東西 那就糟了 對,不要緊,你要喜歡甚麼 他到頭來給他所有喜歡的東西 我都是在淘寶 但我明天要拍攝 淘寶是沒有時空門的 對 我要在香港找這件淘寶的貨 經常發生不可能的任務 那你怎麼做 沒有,我買衣服來改 不過現在我習慣了 你看看,都會拍攝 難道不拍攝嗎?難道會召喚嗎 這樣才會… 死死氣 對,那團火也關掉了 我對著這群大陸人 就關掉那團火